公民局請大家一來翻轉 我這邊有兩份報紙 來對比一下 上面這個內容 是這個就是當時這個 這個內容談到一件事情 在這個地方來看一下 就是我們說的 當時選舉前 臺北市長 為了要掩蓋一些土質敏感區 他就隱藏了一年 這是誰 這是郝龍斌 那麼我們剛才國中大哥說 這個好 我們的柯市長 上任25天 他已經忙了幾個案子 到現在已經第62個案子 好 什麼是第6個案子 62 25天 是什麼呢 他已經決定怎麼樣呢 把這個食品的部分 增加了罰則 可以就是我們說的 如果有內線人 可以拿到50% 這個政府沒有規定 那還有更嚴格的標示 所有的上下游的資料 這個食安安全 不要講我們在講這個打這個 什麼BOT 事實上市政府還在進行 可是結果就出來了 有人已經先繞跑 我們先來看這個CG 來看一下 現在問題是怎樣 已經開始有人受不了 就開始要跑掉了 為什麼跑掉呢 因為這工作壓力 實在是太大了 那麼第一個跑掉呢 就是我們體育 這個體育局長 體育局長呢 他就先走了 為什麼走了 因為這個 有好像這個大巨蛋 這個 這個試運會二十幾億 好像事情沒有處理好 好 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說的 來 看到一下 這是叫做 北市公務員爆逃亡潮 哎呀 為什麼呢 是不是壓力很大 尤其我們這個楊中文 楊中文是一個非常優秀的 體育專家 在大學也是知名的一位 我們說體育學者 我們對他應該是 表達非常尊重 但是他 對不起 你看他學經歷都非常的好 但是26天 拜拜 26天 柯市長完成了62件的事件 好 那26天 他決定要離開 但不只如此 還有一位是誰呢 高文廷 高文廷也請辭了 他的答案是什麼呢 已經夠亂了 勞弱我爸 哎 請問議員 我跟你說 我現在也開始混亂了 到底怎麼看 因為前朝說公文上面 有一個叫長官 結果不查 那現在我們把這些事情 一一揭露出來的時候 這些官員受不了了 我們身為議員 尤其台北市 我們這個付託給議員 來監督這個政府 我們不需要台北市政府 就他說這個亂了 饒了 那你怎麼看 這樣的事件呢 好 主持人談的問題 分合好幾個層面 第一個 剛剛我們國動兄 提到那個某一個 前朝的官員說 他是奉長官指示 那據我瞭解 您指的可能是這個 前新公處黃姓的處長 那處長上面的長官很多啊 包括了 不只啊 包括了他的這個局長 副秘書長 秘書長 副市長跟市長 所以五個人 都是他長官 甚至如果說他的階級 不夠高的話 還那個專門委員 可能都比他大 專門委員有幾個人 專門委員通常是實質等的啦 對 每一個單位的人數不同 那像這樣的工作有幾個 幾個專委呢 一般來講一個處裡面 大概一個到兩個專門委員 所以總共七個人 那七個人很好談啊 一個一個談啊 那這個就牽涉到 就是說到底誰是那個key man 據我所瞭解 就是重大的工程 大概都有一個公務副市長 在做監督 市長他下面有三個副市長 各分一塊工作 比方現在叫林青榮 那我們郝龍斌那個時候 叫張金鵝 在之前有林從一 還有林建元等等的 所以公務副市長 大概督導所有的工程建設 因此我覺得重大的建設 大概不是市長 就是公務副市長 才是真正的那個 所謂的重要長官 好了 那再看看 剛剛大家提到說 為什麼我們的這個正風處 沒有功能 其實正風處 它的素質很高 各位知道嗎 我們今天全國各縣市的正風 都是由中央一條邊任命的 是啊 不是說我正風局局長 可以任命我下面的人 都是由中央來任命 那會去當正風的人 基本他的個性就比較急功好逸 然後他去考這個專門的專員 專門的這個公務人員考試 來進去 但是正風人員 他的工具有限 第一個他不能監聽 結果他也不能跟蹤 第三他也不可能用這個檢調單位 相關的手法去調查 我當過局長我知道 這個正風處下面 基本上他各縣市 他都有一個組織 就是類似廉政委員會的 我以前做觀光局局長 我也是廉政委員會的委員 可能各個這個局長 他會挑一些人當委員 但是那個功能啊 我們這些局長 自己本身的局務 都忙這個辦事 你再去管全縣的跨局處的 那個廉政的事情 我們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 也管不到 好啦 那所以他大部分的審查 是以書面審查為主 書面 就是把所有資料 看看相關的書面資料 然後到了約談 都已經很嚴重了 會是這麼厚 還是這麼厚 他可以看到所有的資料 是 他只要簽報說要辦這個案子 他可以調所有資料來 但是他書面審查 到了約談的時候 就已經很嚴重了 那他發現他書審以後 發現有蛛絲馬跡 他就移送檢調單位 這是正風處的功能 OK 那跟我們今天柯P要找的 這樣一個正風處 大張旗鼓的 找了一些補外人士 他其實組織架構就不一樣 好 那再回到我們這個逃亡潮 這個體育局長他是辭職嗎 我覺得他是被辭職的 他基本上是被逼退的 被辭職啊 對你看看他這個過程 大家回想一下 他是被辭職的 上個星期五柯P身邊的重要幕僚說 體育局長要請辭 然後媒體就去問體育局長 體育局長就矢口否認 說他沒有請辭 沒錯 那大家就去問柯P 柯P說這個問題到明天再說 明天以後就到禮拜一 禮拜一上午這個體育局長 還去視察這個世大運 下午就跟著秘書長去見市長 見完以後就說他請辭 然後市政府發布的新聞說 他壓力很大 他自己說我身體很好 沒有壓力很大 所以呢真正的原因 據說就是因為他當年就是 大巨蛋審核委員會的委員 是的 所以柯市長認為他不適合 所以被逼退被請辭 那我也覺得他有點可惜 你看他的資歷 他做過部長 他在民進黨執政的中央政府時候 做過行政院體委會主委 一個當過部長的人 再下來當局長 26天就被逼退 我覺得這個牽涉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柯市長他的用人風格 以及將來他要怎麼去做領導統一 那這個高文廷請辭 其實在高文廷請辭之前 我們知道有很多的副局長都已經請辭了 就是前朝留下來的 局長當然都被換掉了 副局長請辭也非常多 那所以我們要跟柯市長講就是說 你今天衝衝衝往前衝 但是你的領導統一 你怎麼帶這個八萬大軍的公務人員 你能夠帶動他們跟你一樣去往前跑 這考驗柯市長的領導能力 哎呀 那石秋委員你會不會也繞跑 其實我因為我 他不是部下 不是 更重要的是因為 我很坦白講 我在選前就認識柯P 因為他有亞什伯格陣 我就說他當選之後 是一個大好大壞 今天他敢做的事情 坦白講過去所有政治人物不敢做 我們就拿政治獻金來講 所有藍綠人物都罵政治獻金 可能都收了一坨拉股 然後怎麼樣 在選後再送到監察院 雖然都是合法 但是從來沒有像柯P這樣 我選前就把政治獻金告訴你 我收多少 這也是為什麼大老闆 不敢跟他有任何的抗爭 為什麼 你的政治獻金給我收 我是公開的什麼 報 你也公開的結稅 Undertable的靠邊站 違法的沒有 過去為什麼政治人會被質疑 政治獻金就是 太多大家想像的空間 每個人 我們就直接講藍綠也好 馬英九選兩次 以監察院來看 他總共收了是十一億 十一億 以監察院報的 到監察院報的 但是那是監察院報的而已 蔡英文選兩次 一次市長 一次新北市市長 一次那個總統 九億多 這是兩個全兩名的 九億多 九億多 就是你今天能夠想到了藍綠 你千王俱興 都是收十億 跟監察院報 而且依法結稅的 十億的政治獻金 第三名就是謝長廷 他是二零零八選總統 那一次是四億多 那選過縣市長 拿政治獻金超過上億的 第一個破譯就是羅文嘉 那臺北市郝羅賓也是第一個破譯的 蘇貞昌也破譯 這次柯P也破譯 也就是說 為什麼今天柯P 不會怕財團 就是你政治獻金來 我公開就告訴你 張三給了多少錢 理事給了多少錢 然後讓大家 你這些堅權人 不要想要脅我 因為我們全部公開透明 你也依法結稅了 今天他這樣做法 就是養殖伯國正才會做 才敢 就如同他要求 把議員的什麼 關說記錄公開 坦白講 這也是一般 你花媽 賴神 如你能敢做嗎 因為議員的關說 坦白講 我自己當過21年的議員 議員關說天經第一 但是問題 你到底是為了私利 還是為了公益 公開檢視 這個是公開檢視 才能夠讓議員關說 變成透明公開的結果 就會知道當我每一個官說 我都必要考慮公開之後 將來發生任何弊案 你在這裡面所扮演的角色 第三個 讓所有首長怎麼樣 公開你的行程 這也是很重要的關鍵點 其實我必須要說 很多首長也蠻喜歡這樣公開 因為我就曾經在議員的時候 就看過類似這種案子 一個警察局局長去吃飯 結果發現社群 對 社群議員在場 為什麼呢 議員邀的 你能夠不去嗎 都發局長在場 去邀 結果發現議員約的 跟那什麼 容積業者吃飯 所以我覺得公佈之後 他就很合理的 拒絕了某一些特定議員 為特定的廠商來做的 那這種誰敢做 花馬敢做 不敢做 你只要在政治上 打滾超過五年以上 不管你是藍的 不管你是綠的 天王巨星 全部不敢做這種事情 只有他敢做 原因為什麼 他就是雅士伯克政 他很執著 但相對來講 叫我說 大壞的原因就是 他的人際關係 會非常辛苦 這一次我非常清楚 當時有很多人說 你是不是會可能 進入他的團隊 因為雅士伯克政相處起來會很辛苦 但我覺得 邱風光是個例子 邱風光 我認為他可以跟柯P相處很好 就是他對黑道是霸氣 但身段非常柔軟 也就是你要了解柯P 他很多衝的個性 他是沒有任何惡意的 因為雅士伯克政 最重要就是 他沒有所謂同理心 所以只要在這個方面 能夠適應 其實你了解雅士伯克政 我相信柯P的 這個人際關係會改善 但相對來講 沒有任何人 可以百分之百的完美 我相信 我同意也尊重石丘的意見 只是這個跟那個好像應該比較沒有關係 我們不要公務人員說 你要你的長官有什麼 你就要去適應他 不需要這樣子 我看讓這個高文廷辭職 就讓我想到 我們不要講說 因為是臺北 因為是郝龍斌的人馬 所以我們在這裡來批判 來談他 我就批判高雄市政府 你陳其市長領導了多少年 十一年了吧 警員他兩任市長現在是第二任 第二任 第二任第十年 對啊 你的監管處副處長 前任的才被你因為 現代合身 然後後面接任的 居然繼續收 現代合身 錢直接擺在家裡面 不用藏起來了 那政風處在哪裡啊 幾百萬擺在桌上 再來幾十包的紅包 算都懶得算回家 就丟在那裡 連交給老婆 都不願意交給老婆了 我懶得算直接丟在上面 太神奇了 那只是被抽到的幾十包 沒有抽到已經算好了 存在銀行交給老婆的 你知道有多少 我知道啊 陳其只有遺憾沉痛而已啊 所以我就說 你相信嗎 這麼多大的工程 馬英九八年 郝龍八年 我們的公務人員真是優秀 傑出到說一點毛病都沒有 奉長官指示 然後長官是誰不知道 我就一直覺得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為什麼這麼好的錢 就可以直接擺進去 花媽 你要講清楚 這麼 尤其是高雄 到處都是都更 但是我們還是要先把這問題 要再抓回來 因為現在已經有兩個長官 已經要辭職了 到底未來的這個柯市長的問題 會是針對這個財團 還是他的問題 許蕭強之間 但是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件事 不要走開